Hello, 大家好, 祝大家新年快樂 今天呢, 我走山就走一些很普通, 走一下, 即是動一下, 當作做運動 之前呢, 這條路呢, 就在這個飛鴻山道, 就有一個地方, 在觀音山, 村的前面呢 就有一條小路, 就駁回到慈雲山的 那我很多年前都走過, 但之後就沒有再走過 所以這次就不如走一次, 拍一條片 那我最喜歡走呢, 都是走回去獅子亭 再由獅子亭走去那個慈雲山, 和觀音廟的古道 叫慈觀古道那裏落, 就比較方便一些, 我自己喜歡走 那現在我們就走一次, 那這次坦白說呢, 都有點麻煩了 就真的有點迷路, 即是找不到這條路 因為不太記得那時候是怎樣走呢, 走到底那裏 高到265 那麼, 初段都頗容易走的, 你可以看到都是一些... 就像近時的古道那樣, 就用一些石砌的路 那麼, 初段不算難走的, 也很明顯的 那麼, 途中會經過兩個電塔, 你可以作為一個參考 還有, 請見諒先, 我發覺那個Gopo 呢 我應該掛了在背包裡, 就不是用手拿著的 所以變成整個人刮了些東西, 已經刮刮的 我回來看影片才覺得很吵 那, 不好意思先啦 現在高到90 我看, 嗯, 這裡有一條路 這裡有一條小路, 這裡可能要落到墳場那裏 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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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們保持著這條路走,就會去駱華街遊樂場 我記得這裡有一間廟,這個位置有一間廟 那我們走這邊 Landmark就是這裡有個墓 應該這樣繞 這裡有一個Landmark也是很容易看的 有個電燈塔,我們在燈塔下面穿過 穿過,跟剛才一樣 不是穿過,經過而已 啊不是,我都穿過 不是,我都穿過 來 差不多了,我們已經去到別人的那些磁雲山,磁正村樑,大概是三十樓位置 看著呢,看著就能看得到 看著就能看得到 對 來吧 我想可能去觀音廟那條路 好鹹一點,有陣體 哎呀 路都是有些碎沙的感覺 可能是乾的 有剁剁線 慢慢走就沒問題 這些人的建築 前面可以駁回引水道的 這裡有人放觀音 先去一些斜坡設施 紅色的是磁雲山的 跑步的運動場 不是觀音美的 觀音美的在旁邊 不是觀音美的 那間磁雲山 還未有間什麼廟 那說回這個地方 這條路我 好年長過一次 但是印象又不太深 我只記得 最後就 要 最後就肯定見過那間 慈雲山福德古廟 名字應該叫慈雲山福德古廟 那下面最底的地方 我們當作是Ground 4 我現在走這個 就當作是1樓 那轉頭還要走2樓3樓 等到你的概念更容易明白 這裡會側側地過 走到這裡 你看到這麼密 就是沒有什麼收剪 就是肯定沒有什麼人走 觀古道那邊 對,很久沒有人走 那之前我 下山的時候 在我前面有個紅衣藍品 那我相信他應該走到 靖泰樓那邊 即是觀音寺那邊 就不是這個福德管妖 對,慈雲山 就肯定不是這裡 這些肯定沒有什麼人走 我都知道 要輪到現在才下火 喔,有很多麻煩 這邊先點 要走過去才成功 誒 誒 誒 最麻煩是因為我有相機要小心一點 這裡沒有 應該走錯了 不是這裡 應該是這裡 剛才有位置走這條 這裡就是那個廟 剛才就在這裡下 我在那邊一直下最底層 剛才那層可能是一樓 這層的位置就是二樓 二樓這裡才對 好幸好沒有那些刺 有些你經過這些地方沒有刺 那你就真是 很麻煩 這真是有些草 這小鑽 看到一個廟裡 這樣就安全了 剛才有這些位置都可以上的 但是真的太窄 就好像這樣 由這裡 你可以用一級一級可以走上去 展示給你看 就是這級 不是這級 旁邊那級 勉強也可以 但真的很窄 而且那些位置是不平的 暗斜 那些水比較容易滑下來 不平的 先過了它 那我怕走到上面 又沒有東西 整個滑掉了 很麻煩 別搞了 那我走回頭 穩固一點 這一個人 開不出來的 等等 死了 不是的 這裡不能進來的 麻煩你,因為我很久之前走一次 他也有鎖 OK,麻煩你,沒問題 來到這個位置,剛才還沒說一樓二樓 現在這個位置就是三樓 這裡可能能通過,為什麼呢? 因為我看到有些人住附近的 在前面那裏浪了衣服 變成這裡是一個逃出生天的地方 應該能通過,有人浪了衣服,肯定能穿出去 那我就不用走回去上面那條分岔路 再走回去觀音廟那邊 嘩,這裡要這樣才行 這裏都過不了,實在 那裏都是斜了,已經剪了條路 這些斜坡就過不了,要回頭 再下一次,看看這邊有沒有路走 那邊可能有路去墳場那邊 因為這個運動旁邊是墳場 墳場中間有條渠,近時那裏有一條村 我那時候走那邊呢 都可能這裏有些路可以接回這邊的 走過去對面先 看看路,反正今天也有很多時間 如果找到這條路下去,就可以過那邊 看看上面有沒有 那剛才在這邊下來的 那現在這邊試一下 應該可以接回到墳場那邊 那現在這邊試一下 應該可以接回到墳場那邊 應該可以接回到墳場那邊 那邊都可以接回到墳場那裡 那邊有些人在曬山 那這邊 所以呢,如果你是趕時間 就千萬不要走那些 你沒有走過 或者不是很熟路的小路 走到一些大路 就穩陣些 不過這次都OK 如果真的這邊都找不到路 那我就會走去 剛才那個分岔路 就走回靜泰樓那邊 如果也不行 就唯有走上飞鵝山那裡 走回這些最穩妥的地方 千萬不要勾勞 就可以了 剛才跟阿姐 阿姐都挺好人 跟我說了很久 剛才她都說了那些路怎麼走 剛才我們還沒見到分岔位的 我們還沒直走 這裡不是有條路的 這條路就是走回那個慈政樓 不知道那邊 就是我們平時走去觀音廟那條路 那邊就容易走一些 她都覺得對 我們是走直走的 這條路就去那條容易走的那條路 這條路就在那邊彈回來這裡 她都說得很明顯 剛才分岔路那兩條路怎麼走 現在就舒服了 下次再走我就不會走這裡 都是走回慈雲山古道 因為古道路好像比較方便 又不是走遠很多 走得舒服一點 旁邊那裡還有墳墳 不用走回去了 這裡是這裡 最後是後期 回到家再看一些照片 可以爛一點 勉強都應該可以過到那個廟 阿姐都說弄一張椅子給我用 不過因為危險一點 所以我沒有走到 但是落到山再拍 這個是三樓 原來看應該還有四樓 我再上多一點 應該還有位可以駁下去 四樓落回三樓二樓這樣落 一樓 二樓 一樓 兩樓 三樓 一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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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樓